昌华市安客楼591行37核桃前的桌楼 在今年8月7核的大核当中 发生楼基盘起的栽情 已经过了五个月的现状仅仅用褒盘抗垒 长暗有够地盘 为了表面的栽情持续更大 理会员欧修芳今天邀请农委会 水埔局南岛分局全都现状会抗 顺求能够用经济在海春秋的方式 迅速来完成春秋冠典 因为在海现状就在盘山腰 楼梯已经并显下河 第一阵阿美帝当当中 就已经有更大的枯杀 万一继续大核 栽情就会更大 这就是中华市的安客楼591行 第二阵过去切合 中博地区下去大核 做像很多地方都发生栽情 其中安客楼就发像很多地方 放去下河 最严重的就是自尾591行 连楼都断去 虽然目前乌林不是用布旁蓋起来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利用这条路通行 这样子你看 你看 射几次 射几次 射几次不得有这种性质 对啊 对啊 电梯楼梯 靠这 骨子 骨子 小胸 滑在四脚 两天 这不然没有地方可以走 李博元恩书红今天就要邀请农委会主义报教 南岛分教林完整都现场会卡 顺求能够已经记得还唱歌的风险 尽速完成唱书港典 安家这个地方 为八月份楼大火的时候就造成 整个这个厨房崩起 整个土都扭下来 这条路全都不走 所以今天 有很多议员关心 像黄千燕议员 张森汉议员 大家都很关心 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南岛水土博市共 我们的这个分局长会 最主要就是说 希望我们的公所这边 董事室已经拿到了 他们现在价位价好后 转给县府 县府再送这个工程会 用这个灾害这个抢修的部分 来争取经费 我们希望说可以尽速 把这个这个工程 进行完成 让我们的民众 可以有一个新的安全 农委会水博局南岛分局长表示 安家路591行在海发现 中华市共受策水博局南岛分局 勘扎协助 修港典技术水博局的协助 勘扎令后有地方政府一行 像其他的部分 有我们已经勘查完了 这个如果报出去 我们很快就来勘查 然后会有地方政府来做一个执行 所以很快是勘扎 像我们在 几件我们目前都在勘查 云林跟那个嘉乙金 要都勘查完了 会报出去 很快就合下来了 所以到最后还是要有线 这种去执行 因为核定会在工程会这边 核定不在我们这里 所以还是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吗 对那这部分就是因为路已经不通 把安全的那个路的部分 先先把它封掉 那也透过这样紧急的一个措施 让他不要灾害扩大 那个防止的部分就请大家暂时不要在这个地方出入 因为这样的一个崩塌灾害 也不是说马上就可以防止他 让他不动 是要减少这个灾害的发生 跟人命的一个危害 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一个方向 因为地点是为了散步地 中间的小部阶外 中有中华市公司 整月之后 再由管户专上中央 希望可以在年代进前发报中间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 蔡宏博德